你好,我是玉森盆姐 今天呢,市场新岛一批庭院景观黑松了 全部都是这种造型的,现在呢,正在写车中 像这种呢,粗度都是在12到15公分之间的 高度呢,都是在2米半到3米 竖型呢,都是非常好看的 这种呢,都是适合庭院、野树、工厂 造型感化还是相当不错的 看一下鳞片呢,都是非常丰满 像这批灰松呢,还是非常漂亮 这边呢,有鱼松赤松 看一下那种两颗小矮霸也是相当好看的 有趣度都是非常好 各种各样的灰松背景还是非常的多 像这种瘦材 毛坯哈,都是非常多的 看一下,现在还在灯带雪 却重满满的13米 一大车,高到的新火 像这种呢,粗度都是15公分左右的 12、13公分 大小规格全部都有 高度呢,都是在2米半到3米之间的 看一下云片呢,都是非常丰满 很是漂亮 这个鱼片,都是非常丰满的 黑松呢,它四季长青,非常的好养一伙 像这种呢,黑松呢,它都是移栽过的 像这个土穹呢,都是在印尼的土穹 非常大 看一下,暴坯成都 老度哈,也都是非常老的 看一下,都已经暴坯了 柯柯呢,造型优美 非常漂亮 尤其哈,这种停电黑松的朋友哈 可以三方评论去留言 反正这里哈,正在卸车的是大约在 一百克哈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这个 尤其哈,这种停电黑松的朋友 可以三方评论去留言 感谢大家的观看